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Don't touch me 英國小粉紅的這個梗啊 現在已經流傳於歐美民間的 不僅僅是網紅之間的嘲諷而已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 美國朋友打黨鬧鬧的影片啊 大家看到了嗎 如果連民間都大量使用這個梗就代表 已經很多人知道了 不僅僅是小眾的人知道了對不對 不僅你們的臉啊 還有你們的專門主題曲之外 現在民間也都知道你們的口號代表什麼 然後大家也都記住你們是誰了 好樣的啊 打開全球知名度 如果你們這些網友啊 有這個聯絡 聯繫這個英國YouTube鋼琴家的方式啊 你們可以建議他去大英博物館賺賺 去看一下那邊非常多小粉紅啊 可能會提供給他很多這種創作的靈感跟素材 順便讓他開開眼見 所以現在就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 小粉紅大量出現在大英博物館的影片啊 放進來 把我過來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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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一波接一波的大英博物館話題 讓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我們在海外流失文物 如今每天都能看到 以新生的年輕人為首一大批國人 自發傳說傳統按摩來到這裡 也然成為一道特別的風景 我建議啊 大英博物館啊 應該直接把小粉紅集中裝箱 裝櫃 直接收納在大英博物館的中國展覽區 不然啊 你們可以去那個 倫敦不是一個動物園嗎 把他們跟熊貓放在同一個園區啊 建議取名大明後裔 一定要列在這個特別保護區啊 因為大明後裔啊 現在應該沒幾個人啊 是非常難得可貴的這個少數族群啊 要保護起來 我覺得非常奇怪 我怎麼不見埃及網紅啊 集體去大英博物館穿法老裝 埃及艷後裝去那邊 我怎麼不見希臘網紅啊 集體穿什麼 托家長袍去大英博物館 那個希臘人啊 義大利人啊 應該都要去羅浮宮去抗議一下 奇怪 為什麼我們這個 國家古代的偉人的作品啊 還有一些歷史遺跡啊 會在你們的羅浮宮啊 抗議 所以啊 就知道了 這些小粉紅 穿這個所謂的馬面裙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漢服啊 去大英博物館 是為了什麼啊 你覺得他們真的是為了愛黨愛國嗎 不見得哦 但我覺得更多的成分是什麼 賺流量啊 如果要不是大英博物館 你們這些文物 早就被文革破壞殆盡 大英博物館不否認啊 有士兵在幾百年前 搶一些這個 中國古代的文物 但更多的是流傳於民間啊 我是由收藏家 轉贈給大英博物館 用意是希望全世界人類 都可以共同欣賞之外啊 也希望可以藉由 管方的保養啊 讓這個文物續命 而且說實在話 你們這些小粉紅啊 平時在中國境內 會穿馬面裙嗎 不要說 我們不要說365天天天穿啊 畢竟有時候太冷 有時候太熱 不宜 哦OK 那一年365天 你哪怕有穿3個月 沒有吧 但是我們穿這個襯衫也好 穿T恤也好 穿這個牛仔褲也好 我們加總的時數 一定是比3個月還多 對吧 這些小粉紅啊 就是故意選在這種有歷史淵源啊 有外國人的地方啊 顯擺 愛國騙流量 你敢在毛澤東紀念館穿漢服嗎 然後說毛澤東在搞文化革命 煽動紅衛兵 破壞許多古文物 古建築 許多人性的散啊 也被破壞殆盡 最後在毛澤東死後啊 中共為了找人背鍋啊 維護毛澤東這塊神主牌 所以甩鍋四人幫 對吧 請問你們敢這麼說嗎 在越文明的國家 你們越會鬧事 在越極權的國家 你們越慫 而最近啊 中國與新加坡啊 互相開放30天的免簽 許多中國網友都紛紛留言表示啊 咱們去不起 更多的是調侃中國自己的人民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一些圖文啊 我都無法想像 東北人和河南人免簽進入新加坡後 會挨多少鞭子 東北人土壇罰50 河南人10個井蓋罰2000 李顯龍太壞了 開放免簽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這可不是什麼台灣人啊 什麼歐美日韓人在搞啟事啊 是你們自己的人說的啊 還有像是這一篇哦 前兩天看到新加坡免簽 隨手查了一下個別注意事項 咱就是說素質不好的千萬別去 一不小心就會變窮光蛋 一在自己家酒店裸體 如果被別人看到屁股罰款2000 或是坐牢三個月 二橫穿馬路罰款20到1000 或坐牢三個月 發現兩次懲罰加倍 三盜用他人WiFi罰款1萬 或坐牢三個月 四去公園餵野生動物罰款2000 五煮屋養貓罰款4000 六帶口香糖來新加坡賣罰款2000 七小孩六歲不報名上學 罰款5000或坐牢一年 八狹窄人行道走廊阻礙他人通過 譬如兩人搂肩並行 或者坐在路上之類的也會罰款 帶酒去公立醫院罰款1000 十樂器影響鄰居罰款1000 十一放風箏如影響到馬路交通罰5000 十二土壇罰1000 十三廁所忘記沖馬桶罰150 十四塗鴉邊刑加坐牢 可以請這個新加坡的網友科普一下 以上14點有哪幾個是正確的 或是說有哪幾個不正確 還是說這個金額是不太對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 許多中國網友都說新加坡是為了罰款賺錢 才讓中國免簽的 搞笑 其實這個政策分兩個層面 更多的是中國方 第一讓投資者看到 中國有在開放 趕快再來投資 尤其是騙那些小白們 第二新加坡這兩年 非常多中國富豪跟趙家仁的後代投資移民過去 那為什麼不在中國待著要去新加坡 想嘛 到你的頭腦想嘛 現在是誰 讓他們看到了 中國很可怕 這也是很多新加坡人在網上說的 我們新加坡怎麼這一兩年的爆發戶變多了呢 怎麼感覺數字有些變差了呢 而開放後 通常中國人 也還是會去自己國人開的電消費 簡單來說又是一條龍撞回去啦 台灣人應該蠻懂幾年前這種操作對吧 而我認為啊 中國自己現在因為這個內經濟循環非常低迷 14億人口的消費金額 在日本只有排名第三 還輸2350萬人口的台灣 但究竟中國經濟是否能帶動 中國近期啊 也跟歐洲很多國家談免簽 結果變成啊 歐洲一些國家的人民啊 可以免簽去中國 而中國還是要申請簽證對吧 就是歐洲承諾會放輕審查的程度 而我們可以發現啊 歐洲並沒有太多人啊 如其的去中國旅遊消費 我都跟你免簽了 那照理來說 我一開放免簽的那段期間 應該是非常多人要來 但事實上啊 不如預期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歐美是韓的經濟都在復甦 而是肉眼可見對吧 大家熱於消費 投資外商也是很多啊 那導致物價通膨上升 這是疫情後經濟復甦的體現之一啊 那尤其是英國跟美國消費非常的熱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如此的這個熱於消費 所以經濟成長2023年啊是3.1% 而通縮啊 房產三龍頭垮台啊 減薪外商撤離啊 內經濟非常的差的 中共啊 他說啊 我們2023年中國的經濟成長5.1%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中國政府 公布的這個細節荒唐數字啊 像是中共說河南的GDP成長4.1% 結果2023年的GDP啊 是59,132億元 那2022年的GDP啊 是61,345億元 你說2023年比2022年還少了 2213億 怎麼會是成長4.1呢 中國特色數學 難怪李永樂會去當政協啊 結果啊 被中國網友戳破之後 中共又自己發了一篇文章說 咱們修正歷史啊 2022年河南GDP下修為58220億元 太棒了 而中國啊 也修正了全國2022年的GDP啊 我們全國減少了5483億元 像是湖南他就修正了 像是湖南他就修正了1111億元 那安徽修正了1000億元 江西修正了860億元 河南修正了3124億元 這邊都是減少往下修 所以你光看啊 這幾個省總計修正了是多少 減少了6059億元 結果你說 全中國2022年GDP修正是減少了5483億元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啊 2022年有些省你還調高了對吧 那也就是說今年他們是經濟衰退的了 以後啊 年年都下修就可以年年都成長 在中國既無可失經濟的政策之下 都可以讓全中國啊 經濟成長5.1% 要是中共硬起來做事的話 估計經濟都能成長51%不是問題啊 那美國的經濟成長啊 可是沒有什麼基礎建設跟 房市的 那是中國的經濟成長啊 可是有把一些爛尾樓工程啊 爛尾的基礎建設都給算進去哦 所以為什麼很多政治的小白啊 會被中國這種 數據給騙了 因為你們看得到的是 中國表面的高樓大廈 跟抖音上的中國 但你們不會知道 上海那一棟最高的 辦公大樓企業入住率只有33% 101可是有95% 而你們看中共 經濟數字都非常漂亮 但是你們 不會分析後面的原因 這也是抖音 不讓你們學會獨立思考的目的啊 看股市最準的啦 現在中國A股在打 2800到2900的保衛戰 前幾個月是在打3000耶 前幾天啊 還在打2700呢 真是可憐啊 說中國經濟好的粉紅 趕快去買中國的A股 給我看你們的信心 都不敢買了 還在跟我吵 我相信中國經濟非常好 都是台灣省人啊 在造謠 見不得咱們中國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小小姐姐的 掰